欢迎收看放DJTF周报 上周的国际动荡不断 有法国国庆日出现了卡车冲撞的恐怖攻击 周末又有这土耳其的军人政变 都压抑到市场的这个情绪 所幸投资人对于这全球的宽松政策 预期升温之下呢 接近到欧美股市的收高 我们看到了美国旅业 以及摩根大通的财报 优于预期之下 提高了市场对于企业财报的乐观期待 也带动了S&P500这个指数呢 是刷新了历史新高 那这一半我们看到 ETF的资金流入排行榜 第一名就是SPY 这档ETF有超过50亿美金的流入 而排在第三名呢 是追踪罗素2000的指数 那大部分这投资标定呢 是美国的小型股 那单周也有15亿以上的资金流入 而科技股聚集的纳斯达克指数呢 我们看到流入资金也超过8亿以上的美元 那我们再看到呢 这个美国的股票型ETF涨跌幅排行榜呢 最低喔 上礼拜来看呢 也有4%的这个报酬率 那新兴市场的表现也是令人非常的惊艳 由于呢 这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说 将会公布新的财政刺激方案 以及那一名联准会主席 暗示说支持这个月的利率不变 另一方面呢 这英国央行并没有如预期出现降息 但是呢 英国的利率会议记录显示说 这个有官员暗示说8月份将会加大宽松货币的政策 那投资人也期待说这全球的央行会释出更多的流动性 加上呢 这个中国六月份的工业 这生产成长的幅度呢 有6.2% 也是优于原本的预期 推升到新兴市场的股市呢 这周线呢 出现大涨 那排行榜上面呢 也有两档的新兴市场ETF 那我们再看到新兴的这个拉美呢 ETF的涨跌幅排行榜 由于呢 有这个大宗商苹果大涨的带动之下 新兴拉美的报酬率表现也非常的好 而在这个ETF的资金流入6到10名部分呢 也有三档市每股的标普指数相关ETF 最少也有超过5亿以上的资金流入 在高收债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由于有这个风险的未纳度出现了回温 信用债呢 是全面走洋 高收益债券上礼拜买期更是大爆发 高收债ETF流入资金 我们看到都超过有6亿以上的美金 而高收益债券的这个ETF报酬率排行榜呢 也是非常的平均 而美股呢 我们看到一周的表现 十大的类股当中 是只有公用事业类股呢 是收黑 其余类股的这个涨幅 是介于0.6到3.4之间 那之前表现非常弱势的金融族群呢 上礼拜是大吐怨气 也是呢 这十大类股当中表现最好的 是大涨了3.4%的这个幅度 而美国的花企集团呢 上一季的获利出现下滑 17% 所幸呢是优于原本的预估 那花企的股价 我们看到这个周线呢也是收高 另外呢这个 JPMorgan Chase 这个摩根大通呢 固定的收益交易收入 以及呢这个贷款的增速攀升 也液注他的财报 是优于原本的预期 另外呢在这个保险商 林肯全国保险 以及呢大都会Medlife 这个保险呢 这两大公司这涨幅呢 也都是超过8%以上 也液注了金融类股的收高 而在原物料类股族群呢 我们看到是晋升了来到一年的这个最高水准 其中我们看到个股呢 这个自由港的麦克莫兰 铜金公司呢是大涨了17%的幅度 而美国旅业也公布 优于原本预期的获利数字 主要就来自于在汽车以及飞机零件的获利 那股价呢也是跟着晋阳 再看到呢全球的制药巨头 这个拜尔要收购呢 美国的跨国农业生产技术公司孟山都 那他是调高他的这个收购价格 因此呢孟山都的股价也是收高 那我们再看到呢这个达美航空 上一季的财报呢也是优于原本的预期 德意志银行也建议说要买进前三大的航空公司股票 激励到呢美国航空 联合航空以及达美航空这涨幅 一周来看呢也都超过6.9% 另外呢这样子也溢注到就是工业类股的这个上扬 大约2.55%的幅度 再来我们看到呢在科技technology 这个类股族群的表现 苹果呢这个涨幅一个礼拜呢就超过2% 也来到了一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另外在经济数据方面呢 美国的经济数据也出现暴喜 上周呢初次勤领事业救济基金的人数呢 是保持在25.4万人 也是呢4月中以来最低的水平 而6月份的这个零售销售和工业的生产呢 都成长0.6% 优于原本的预期 不过呢在这个7月份的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呢 初值是降到了89.5%也是呢 这三个月的低点 而这个原本经济数据 由于预期之下呢 使得美国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跳升了19个基点 那也是呢2015年6月份以来最大的周升幅 那由于这个殖利率呢 和公债价格呈现是反向的关系 代表就是呢公债价格下跌 那也压抑到呢 这个公用系列类股以及呢民生消费等 防御型类股的表现比较落后一点 我们看到呢必须性消费类股的ETF 以及呢公债型的ETF 那这单周流出资金都有3亿以上的美金 由于呢这风险性资产的回温 金价呢在高档也出现拉回 看到黄金ETF 上周呢流出的资金也超过8亿美金 终止了连涨6周的态势 不过呢有分析师表示说 金价已经在高档多次的试探1320块钱 都没有跌破之前呢不可以太过的看空 那我们看到贵金属ETF呢 单周的表现就不如之前来的强劲 而日本股市呢虽然在上周出现大涨 但是呢我们看到 这个ETF还是有这个投资人是趁机来做解套 做出这个抛售卖出的动作 单周呢这日本ETF 流出资金呢有4亿以上 而再看到ETF的6到10亿的部分呢 有三党是投资在欧洲股市的ETF 那就有这个巴克莱资本是认为说 英国退欧对于欧盟的影响呢 是取决于欧盟当局的反应 还有这主要的成员国政治发展 和这个市场的卖压程度 而基本情境呢是欧盟今明两年的GDP 会从原本呢今年的1.7%下调到1.4% 而明年呢原本预估1.8%的GDP会下调到呢0.4% 那也要留意说这未来哦 这欧盟国家造成的这股票效应 那我们再看到呢这个天然资源型的ETF 虽然说这国际油价是暂时告别了50块美元一桶 但是呢这几档能源型ETF 这单周的表现呢 还是有3%以上的报酬率 那根据这国际的能源署 IEN呢公布了6月份的油的市场报告哦 这报告呢把2016和2017的石油需求增速 这个预期哦是上调到每天10万桶 也预计说呢2017年全球的石油需求 会进一步增长来到130万桶一天哦 那主力市场呢就是印度和中国 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ETF周报 感谢您的收看